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志玉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前朝 現在介紹今天來賓 最要介紹是我們的財經專家黃世聰 世聰哥你好 志玉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謝承諺 陳諺好 志玉好 大家好 然後請到我們的林永明 永明哥好 志玉來賓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的 王志聖 志聖哥你好 志玉好 大家好 好 那麼今天呢 首先我們要帶您來關心的 當然就是搭千呼萬喚 我們看到蘇之鋒 蘇媽來到台灣了 大家都在關注他的行程如何 昨天我們的記者到了機場去等他 他搭了私人飛機來了 那來了之後沒什麼講話 那他的行程很多 今天根據我們掌握到的行程 他在建供應商 這就是他來到台灣最大目的了 接下來AMD超維要跟NVIDIA在AI領域要直接火拼了 火拼需要什麼 需要軍火庫啊 他的軍火庫是誰 當然就是我們台灣的神山群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個現在的超維要靠著神山群去打怪升級了 他的AI晶片到目前為止 他要怎麼樣跟輝達比拼 要怎麼樣PK呢 除了他們自己工程師要努力之外啊 這個代工的供應商也要給力啊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回他到台灣故莊來了 讓這些我們的神山群在幫揮達代工的同時 不要忘了超維也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會見台積電 會見日月光 會見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供應鏈 那另外呢 包括像核碩廣達 微星技嘉 這些都是他要故莊的對象了 好 那到底呢 超維 我們看到蘇之鋒這回來到台灣 還有些什麼樣的目的呢 他的這些行程看得出哪些端倪嗎 施中哥 對 你看 昨天這個蘇之鋒來台之後 你看今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AI股又重新活過來 當然震盪幅度非常大 但是無論如何呢 他要這個打下這個 拿下這個人家富比斯就是說 他要從黃仁勳的這個頭上拿下這個AI的王冠的話 就必須要靠台灣 那事實上蘇之鋒講得非常清楚 未來十年會出現所謂的大型AI的超級週期 那事實上這幾天的時候 很多外資券商 就美國那邊就說 AI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泡沫 所以你知道這個泡沫 他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泡沫 所以你知道現在是泡沫怎樣 初期而已嘛 對不對 但是真的短線真的長太多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行程 真的是行程滿檔 昨天下午抵台之後 今天去南科 那南科來說他會為什麼去南科 因為南科目前為止 主要生產是3奈米 那這個AMD或是NVIDIA的AI晶片 目前主要就是用3奈米來做 那拜放 當然台積電他要注意的就是說 那你有多少3奈米的產能可以給我 那為什麼要拜訪日月光 因為日月光有所謂的封裝技術 COWERS的部分台積電的這個訂單 除了他們自己做之外 他也外放給日月光 但是不是日月光做 其實是以前的細品 細品在做的 那所以他這個今天行程是這樣 那緊接下來的話 19號是AMD的這個Innovation Day 那整天整天都是跟AMD相關的工作 那20號會接受這個陽明交大 這個名譽博士的這個受班的這個典禮 好那整個行程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資產在點名就是說 他有哪些供應鏈 我們就講上次黃仁勳 到了這個廣達去之後 哇廣達 他股價應該從他到那邊到現在為止 漲了至少一倍 那這幾天來說誰說的最多 當然是童子賢 童子賢說他這支奶會跟我們很多 上上下下的核塑供應都見面 他這幾天不是股價也都非常強 所以你看他這幾天來說 會去哪個地方 台積電 然後還會去核塑廣達 維新技嘉等等這些被他點到名的 當然股價都非常強 那他這支奶不是只有鞏固上游 連下游也要一併的鞏固 因為他其實黃仁勳來說的話 他有出一些 包括像廣達幫他代工 還有這個偽窗幫他代工 還有下游都出外國 他完全都要掌握住 所以他等於是說 你現在黃仁勳做什麼 我要跟你提香對白 就是因為供應鏈 就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那好那他這樣比較多 那我當然要想辦法去鞏固 其他的多出來資源 要盡量想辦法給我 伊士忠哥他們有區隔嗎 還是其實做AI就那幾家 某些部分是有區隔 但是某些是沒辦法區隔 譬如說像廣達 廣達也幫他做 也幫AMD做 像核碩大部分來說 目前可能就是以AMD為主 還是有些區隔 但是大部分他們是可以互相的做 都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要怎麼樣看門道 就是他去拜訪的那一家 就是真的厲害嗎 對 當然啦 那會不會只是AMD的技術去參加 吃個飯的 那又是另當別論 我覺得他另外去看的 當然是另當別論 你看那一次這個黃仁勳去廣達 被他一點之後 你看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當然要看說 他到底跟誰拜會 所以核酸一直這麼講 有沒有一個門道是他在哪 誰那家待比較久 當然這都有差啦 或是說跟誰握到手 跟沒有握到手 這都有差異 你看黃仁勳是把他的皮脫下來 給廣達的雲打的總經理穿 這當然是不一樣 所以你看他完全就杜了一層金 所以我覺得當然也要看他們 之間供應鏈的互動狀況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也是個看點 那尤其是第四季 他這個MI300X的這個晶片 在第四季才會出貨 那今年你可以看才七千臺 明年是二十萬臺 所以來說 今年都是題材面偏多 明年才是真正的詛咒 好 那這一次其實 這個蘇之鋒 LISA書來臺灣來說的話 誰講得最早 那當然就是核酸 核酸你看他就說什麼 核酸上上下下 很多幹部都有機會跟蘇之鋒碰面 你看我們來看他的話 我們來用文字給大家看清楚 他說上上下下 很多幹部都會見到蘇之鋒 那是不是只有我老闆見到他 那你就知道他這樣一講之後 股價至少連續兩三根漲停 這個不論怎樣 這個市值就增加非常多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 核酸在這一波 其實他原本都沒有漲 但是因為講了這句話說 股價就漲上來 現在搞不好逼近鴻海 所以我這樣 他這次在LISA書這樣下來 搞不好股價真的會超越鴻海 但是我很好奇 上上下下好 你說上那些高層就見他就算了 我下下 但是下下是指誰 下下當然是很多 譬如說像他有下游 中端下游 包括伺服器代工 或是更下游的一些這個專 他當然是董事長 他當然就是可能跟他談大方向 但是你要進一步的代工訂單 或是規格制定 可能就是下面的人 對 好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核酸之前有挑戰過伺服器 他在2014年有所謂的 第17事業群 那後來因為這個真的 他那時候伺服器的訂單 沒有做得非常好 所以就解散 但他現在重新就成立 一個BU18的這個事業群 重新要回來 那至少有兩百人的團隊 一年的人事成本 至少是四億以上 而且他挖了非常多伺服器的人才 那你想說 這個核酸能夠做嗎 我覺得核酸是可以做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核酸有所謂5G 還有他還有一家海華科技 那他有很多這個 這個IC設計公司 所以他有所謂的5G 還有AI的能力 所以他來做伺服器 我覺得並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那再加上說 我給他做一件事 之前黃仁勳在他的這個 NVIDIA要展示他的這個功能的時候 他曾經用了一段影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說我們的NVIDIA 可以用在工廠的這個裡面 然後展示一個所謂 AR VR的這個影片裡面 他後面那個工廠 就是核酸的工廠 所以說核酸 其實他曾經有用過NVIDIA的東西 他有跟NVIDIA在合作 只是說合作部分不是伺服器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切入的時間 我覺得是剛剛好 因為明年才是真正大出貨 那因為這個整體的規模是相當相當大 同志前村說這是一個上造的商機 所以我覺得這個海洋很寬廣 誰進來的話都可以賺到一筆錢 只是說外界質疑他是有點晚 我覺得時間還不是太晚 是 好 那麼核酸呢 現在這須哥說還不晚 那當然我們看到了這個上上下下 都要見蘇茲峰 到底會帶來多大的商機 我們可以持續來觀察 蘇茲峰到台灣了 今天才第二天嘛 那接下來行程 我們會持續帶大家來做關注 他到底講了些什麼 又點了哪些廠商 我們持續帶大家好好的點兵點將 來觀察他們 好 那麼繼續我們帶您來看 最近這個大家熱烈討論的 這個話題特別是在中國的網路上炸鍋 甚至連西方很多媒體 大家也都在揣測 到底是中國的官場上發生了什麼事 都是一些大事件大人物 但是最近的不約而同出了點狀況了 那這些事情加在一起 很微妙 為什麼這樣說官場大清醒呢 他們現在講了這幾位 我們看到這位頭像 其實都是赫赫有名 當然我們台灣觀眾 可能不是那麼理解 但是我簡單來講講他們的背景 好 我們看這兩位是在軍事上 高科技非常厲害 這位是誰 中國火箭軍 火箭軍的副司令叫吳國華 那其實在中國的軍事當中 火箭軍也是很重要的 做導彈 巡弋導彈的 而現在中美之間也在軍事對抗 所以這個軍事很重要 好了 那這個火箭軍進來 這個貪腐事件頻傳 好 那這位就懷疑他親生了 那他是自己主動親生 還是所謂的被親生 那打一個問號 那另外我們還帶給你看 這一位這一件 這一位 你看他思思文文 他是中國的AI領域當中的天才科學家 才三十八歲 很年輕 但是近來他在執行重大任務的時候 發生車禍 那也因此這個就天眾英明 哇 很可惜 就這個過世了 那才那麼年輕 而且現在據說中國的AI他是天才 哇 已經沒晶片 現在天才又到天堂去了 那現在大家說這當中一定有陰謀論吧 那再一個更被熱烈討論的是 他們的外長 外交部長秦剛 他是被除名了吧 怎麼回事 原來他傳了外這個花邊新聞 這位很漂亮 這位是香港的鳳凰衛視的一個主持人 叫傅小田 那據說秦剛跟這位傅小田 有了婚外情 生了個孩子 那這個孩子是在美國被生下來的 所以這個秦剛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他的這個婚外情事件 導致他的官場受阻 但大家也很好奇 因為過去其實中國也有一些 有這個花邊事件的一些高官 但好像沒什麼事 但是偏偏他的這個婚外情對象 幫他生了一個小寶寶 是在美國出生 是個美國人 所以中國的外長生了一個美國小孩 這樣對嗎 那有人就打問號說 這可能就是他現在很可能被除名的原因了 好 那這些事情通通加在一起 你就發現了 這是不是中國的官場的大震動 這未來這個習近平 他是不是官場上要來個清洗了呢 怎麼來觀察這些事件綜合的效應呢 是沒有錯 我們覺得本來想說六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那時候瓦可納這個兵變 然後要一日兵變 要這個推翻普丁 已經覺得很精彩了 沒想到六月二十五號以後 到現在大概二十天左右 中國的官場的變化 更是暗潮洶湧 讓人家覺得看得眼花撩亂 前面簡單講 就是火箭軍的部分 其實在六月二十四到二十五 因為六月二十六號就傳出來 火箭軍的司令 這個是副司令 火箭軍現任的正司令 呂毅超被帶走 到現在也不知道 下落不明 當時也是說傳出貪毒各式各樣的傳聞 甚至傳出跟 但我們要講情剛是類似的 就是呂毅超的把兒子送到美國去念書 華藝也被美國給吸收了 然後等等之類的 各式各樣的傳聞 所以呂毅超被帶走 到現在也沒有傳聞 然後這個應該講說 不曉得是巧合還是偶然 這個吳國華七月五號 又傳出被親生 官方的說法是腦溢血 可是一開始的說法也不是 一開始就說是自殺等等的情況 那就覺得說火箭軍裡面的貪腐 或者是所謂美中之間 是不是有這種刀光劍影的間諜行為 變成是一個大家這種很匪夷所思的羅生門 因為很容易想到之前的瓦格納 因為這麼剛好瓦格納之後的兩個禮拜 火箭軍內部有這麼多的動盪 那馮揚 對不起 馮揚賀這位天才科學家 簡單講他就是解放軍的 AI智能組的組長助理 什麼AI智能組 基本上所有AI兵推 所有的那種超級電腦 等等之類的 我們在講AI嘛 基本上就經他的手去設計跟製造的 那二零一九 二零二零 二零二一 連續三年 他們都會進行這種AI人工的 這種兵推的這個競賽 他的 他所設計的就是戰爐 都拿到第一名 所以有陰謀論說 他是被美國暗殺的 就不得而知 就是說開發會出來就是重大車或死亡 那如果這麼重要的一個天才科學家 你就剛剛至於講 你就已經沒有晶片了 連這麼重要的大腦的資產 你沒有好好保護 那也有人在計算說 他的死亡到底會造成中國在這個 軍事上面的AI智能 到底要倒退多少年 因為你少了一個這麼重要的人物 銜接的上 銜接不上 不過這些東西都是在軍事上面的捕風捉影 可是秦剛現在變成全 不是全 全中國 同時也是全世界最關注的一個焦點 你在微博上面K秦剛 直接跳出來是秦剛去哪了 對 直接就跳出來這個字眼 他很好奇 他到底去哪了 大陸的民眾都很好奇 連布林肯都很好奇 布林肯今天見到王毅 也問秦剛在哪 秦剛去哪了 然後王毅可能心裡想 你哪壺不開庭哪壺 對 然後連今天美國國務院的記者 疫情記者會 國外的記者 也問美國國務院說 你們知不知道 那個中國有沒有跟你們講 秦剛去哪了 所以不是只有中國網民在找秦剛 全世界都在找秦剛 為什麼 對 就是我昨天晚上看到的一個消息 我看到說第一次真的半夜嚇醒 秦剛掛了 秦剛也試試 這我覺得 我覺得這也是 可能也是假消息 這有很多假消息 太多小消息滿天飛的 但是你來看看 你像中國網友 這就是他們的冷幽默無聊 他說呢 秦剛在今天凌晨在北京 三菱醫院 要醫院試試 然後說他試試時間在飲食 你看到這個什麼飲食 就是要亂搞的嘛 然後說他試試原因在看他肝 他肝不好 然後說十來天的痛苦終於結束了 這就是惡搞 這完全是 不過這可以凸顯出說 大家對於秦剛的行蹤 顯得十分的 這個應該講說 這個焦躁 有興趣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剛剛提到 秦剛被一開始 他從第25號之後 就沒有再出現過了 沒有出現過之後 被傳出就是他跟 被傳出說 是有這個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就是所謂的傅小田的關係 而且傅小田在美國生子 傳出傅小田是這個雙面諜 那變成是這個習近平到底要不要保 秦剛就變得很困擾 你要知道 秦剛是習近平力保三級跳的人 他在去年二十大的時候才是副部級 結果二十大變這個中央委員正部級 十二月接外交部長 這已經不是常例了 因為一般都要等到三月 十二月在外交部長 三月不止外交部長 還順便跟你接國務委員 從副部級 正部級到副國級 一共花半年的時間 這你後面只有習近平力保 力挺才有可能這樣子 這也是說秦剛如果出事二十天神隱 那代表這件事情一定是非常重大 逼習近平現在進退兩難 到底要保你還是不保你 因為我挺的人 我保你的話 那是不是以後的這些這些所謂習派人馬 就會肆無忌憚 反正老大都會保我 不管你犯這什麼錯 可是而且甚至我保你 是不是被其他的人看說 其實習近平是一個標準不一的人 可是我不保 我過去這樣立這個拔著的 這樣子一個重要的外交官員 就此沒有 我少了得力住所 少了左支右綁 那再來怎麼辦 志成哥 現在大家都說 這是美國派這個雙面諜 說這個鳳凰衛視 這個漂亮女主播說 他是美國間諜 然後他還色誘情鋼 因為據說他們就是他在訪問 他專訪一次之後 怎麼就有小孩 而且也有傳出來說 事實上他到這個聯合院 去做採訪的時候 秦剛破例 作為駐美大使 陪了傅小田 陪了三個小時 只為了訪問一個聯合國的政要 這是很詭異的現象 就是說這兩個人的 可是其實來講 中共來講 如果是不正常男女關係 譬如說我們都還記得的 張高麗跟彭帥 其實這種事情就是 可能對中國來講就是 時空見慣小菜一疊 可以壓下來的 但是今天會搞了二十天 然後還搖擺不定 後面不會是只有男女關係問題 所以說不定雙面諜問題 或者是有其他更複雜的因素 也有人認為是王毅跟秦剛之間的鬥爭 等等之類的 等等的狀況 都讓秦剛這件事情 持續的撲朔黎明 對 所以呢 到底接下來的外交佈局 那這是不是這個 我們看到現在已經傳出一些耳語 覺得這都是美國的陰謀 派出間諜 色誘外交部長 害得他現在這個神隱 然後甚至可以動搖到習近平 現在一個領導的一個權威 那到底呢 秦剛去哪裡了 我也很想知道 我們就來持續斜巡他一下 好那繼續 我們要趕緊帶你來關心的是日本 日股現在一飛沖天了 很多人都說 這個巴菲特都去了 我們要跟著對的人的走 巴菲特都在日本投資 我們要跟著去 但是問題是 我們來看一看 日本最近出現一個什麼狀況 什麼感謝 這是一家這個百貨公司 東極百貨 如果你到東京去玩過 很有名老字號 但是呢 人家現在要熄燈好了 你說一切不是都很好嗎 不是通膨找回來了嗎 不是走出了失落三十年了嗎 一切都很好 股市那麼高 為什麼這些生意做不起來呢 甚至我們來看到 上半年的一些日本企業 四千家宣告破產倒 那又是為什麼 明明看起來好像欣欣向榮啦 找回了經濟的活水 但實質上這些企業 還是一家接著一家到 現在日本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游民哥 對 現在日本是美麗與哀愁 我有一個日本的一個朋友 我問他說 你喜不喜歡現在的一個生活 他說我不喜歡 為什麼 他說雖然你現在看起來 日股很高 雖然你看到我們的通縮 有解決了 他說我全面回到以前 東西很便宜 或者是我省著點用 其實日子很好過 所以現在其實他就反映了整個日本的一個新生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整個日本倒閉的一個加速 他是呈現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圓弧狀的 那二零一八年之前的時候 你會發現每一年大概就倒閉八千家 但是沒想到疫情的時候 反而變得比較少 各位可以去看中間的一個部分 每年大概倒閉六千家 等於是少了兩千 那你說疫情照理說 應該有更多人掛掉才對 結果沒有 是因為政府補助 是因為政府有一個叫零零貸款的東西 就是等於你零利息 或者是零抵押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借錢出來 可是我不可能讓你無限制的一直借下去 所以他的到期日在什麼時候 就是今年的七月到明年的四月 所以等於是你最晚明年四月之前 你要把這個所謂的貸款用完 之後你就可能要自生自滅了 所以現在的日本人很緊張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到那個數字 像今年的上半年一到六月的時候 大概倒閉了多少家 四千零四十二家 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左右 那這裡面分兩大塊 第一塊的話 製造業大概是七百八十五家 大概年增率他是三十六趴左右 但製造業不重要 重要的是整個日本是以服務內需為主 那服務業裡面一千三百五十一家 也比去年多了三成 那這個倒閉裡面 就有更多是時代的眼淚 剛剛我們說過冬季 那個真的是不勝襲擊 如果你有去西部壓的話 那個冬季已經是一個地標了 那還有很多的一個地標 比如說我們舉例來講 在日本東京有一個住的律師 他在這個日經亞洲裡面 叫Steven Givens 那他就提到他說 如果你的假日 你沒有帶一家人 在上個世紀的這個六十到八零年代 你沒有帶的家人去 比如說這個高島屋 對不對 高島屋 或者是這個水戶市 這個三月 你如果沒有去的話 你那個假日是不完整 不要說日本人 對觀光客來講 如果說你從機場到地鐵站出來 沒有看到百貨公司 你不覺得你到東京 對 你真的不覺得 你的那個東京的味道就沒有了 所以你看現在 其實整個東京 在這十年下來 整個日本 二零一一年的時候 他的營業額 大概是百貨公司 營業六點一五兆 到了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只剩下四兆 大概少了百分之二十八 可是加速少了五十九 加等於加速少了四分之一掉 那這麼所剩的這些百貨公司裡面 現在目前還傳存了 大概一百八十家 一百八十家對臺灣來講 算是很多 可是你要知道 這裡面有很多的日本人 當時的回憶 比如說一九三一年 成立的馬之鴨這一家 那這個的話 他等於屋頂裡面 是日本最早的 有那個所謂的遊樂場 如果各位 你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你把它想成高雄的大同百貨 就是樓上有得玩 對 你知道大同百貨一燒掉了之後 有多少高雄人在掉眼淚 其實這是一樣的道理 你那個馬之鴨 現在的還在 但是他上面的那些東西全部沒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去玩 我就去迪士尼玩 不然我去小孩子 再加玩PS Station 對不對 我就不可能再去那種地方 那現在的日本 面臨說有一些這樣的一個困境 之後有一些百貨公司 就要轉型了 對不對 那之前有一家叫做日本 觸媒的公司 這家公司 早期是做高吸水素質的 就等於是做尿布之類的 但是因為他也面臨到這個挑戰 因為國外的一個競爭 大家都用低價的 我們沒有說什麼 今天吸水性比你稍微差一點 但是我價錢少你很多 那當然就是用國外的 所以這家日本觸媒的公司 他就利用這種高素質 他要想辦法轉型 日本現在有很多在企業轉型 百貨公司也在轉型啊 比如說你去跟鳥屋結合 對不對 變輸局 或者是你本時候一條龍 比如說我出來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餐飲 餐飲完了之後 我住宿 住宿旁邊有百貨公司 就是整個我們就把它包起來 再加上機場或者是再加運輸 這樣子我們百貨公司活下去 那日本的這些公司 他也要想辦法轉型 他才有活下去 像日本觸媒的話 在做的東西 就是我從這個所謂的SAP 吸水性的材質 我可以去做到電解液 裡面的電解質 電解質裡面有一種叫電解鹽 那是電動車很重要的材料 但是電解質的這個概念 也是被中國所這個壟斷 然後韓國也壟斷 所以我現在日本要去做的時候 我想辦法把它提升 從液變成鹽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就把它活下去 然後我的營收把它占到百分之五十 那現在做起來不錯 在湖南這個地方已經擴產了 擴產了以後 你看做了這個四十億的一個日園 然後之後還有法國的公司 要跟他合作 所以如果不轉型的話 大概就是死路一條 現在的日本人舉步維艱 對所以現在很多日器 這個歷經了這個疫情 然後過去的這個失落的年代 現在要想辦法能夠轉型 很多日器都在轉型 那這家做尿布的 現在可以跨入電動車電池的一個市場 那很多百貨公司 也有他們各自轉型的一個機會了 以後我們常常喜歡到日本去玩 你可能看到日本風貌 企業風貌可能都大不相同了 好那麼繼續 我們要帶你來看韓國的狀況 現在淹大水 這個首爾這個水淹的真可怕 而且這個大雨一直下 嚇到居然帶走了四十幾條的生命 而且據說這個淹掉的車 更是這個數都數不清 首爾多達四千戶是停電的 然後四天就有超過這個三百輛 這還是簡單算 這完全滅頂的車三百輛 那更多是淹到了 必須要維修的車有更多了 那現在他們光是要賠這個理賠金 就超過了將近七千萬台幣了 到底這個首爾這個雨 到底發生什麼事 現在會不會成為尹錫悅的一個執政的危機呢 雨為什麼下的這麼嚴重 又為什麼出了這麼多狀況 先講一下這次災情有多嚴重 因為 整個 因為最主要發生在 這一個美湖江旁邊的一個地下道 叫武松地下道 這在青州 這個地下道大概長六百八十五公尺 但你要知道那個 那個下暴雨兩天 我看我算了一下是五百毫米 這個速度是很快 因為就整年度來講 一年大概是一千毫米 你要想說我兩天就把半年份的雨全部下完 然後整個我剛才講 如果你仔細去看地圖 這個地下道 其實距離那個美湖江很近 所以等於是河 河堤直接潰堤 不是雨下太大排水不及 是河直接潰堤 就是下大雨後暴漲 河水暴漲以後 河面衝過來直接潰堤以後 你的防水各方面完全沒有做好 對 包含了這個 伴隨著這個沙石啊 這些淤泥 直接灌到地下道裡面 那個地下道當時還有很多車在通行 直接在 而且你知道 瞬間被洪水通通埋了 瞬間有一台公車 你知道那個司機 原本不是要走那條路 因為下大雨淹水的關係 車子不能走 他只好走地下道 那這就奇怪 你為什麼沒有限制通行 好 他進去 你知道那個水直接淹過來 那個很可憐 有一個網友 他就是他媽媽要出發之前 打電話說OK OK 沒事 雨下很大 結果最後在新聞影片裡面 看到那個背影是他媽媽 穿著衣服對不對 然後甚至還有通電話 往外撥啊 因為在這種情急的情況下 他往外撥出去 就是其中一個乘客 然後最後的那個錄音 就是聽到他講 那個水淹進來 大家準備要跑這樣 有一個倖存者他講 他當時也在睡地下道裡面 因為他汽車趕快跑 抓著那個地下道的那個護欄 的那個欄杆想辦法跑出來 如果仔細去看那個救難的畫面 你看了真的覺得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所有救難人員 甚至他們是要到水裡面 去打撈那個 那個他說那個水衝進來的時候 那門是開不開的 完全沒有 因為那個太快 那個地下道裡面 所以這當中包含了 我們剛才看到雨下的很大對不對 然後包括土石流的問題 也整個蔓延整個韓國首爾 然後甚至這個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剛好經過那個水庫的那個山坡 土石流的地方 還好命很大 剛好要過去的時候 整個啪一個土石流下來 你聽到那個乘客尖叫 我覺得那個瞬間 那個是生死一瞬間 那整個過程大家就在討論嘛 就說奇怪 怎麼會發生這麼嚴重 雨下太大 我剛才講雨下很大 這兩天 所以造成土石流山坡 然後有很多的民宅受損 然後包括這個停電 這些我們可以理解 天災還是人禍 但是問題是這個地下道的一個問題 他們說其實四小時 以前洪水研究所已經發出警告了 已經發出警告 甚至兩個小時前有打電話通知說 你們是不是要去做限制 甚至在二十分鐘之前 這都還有時間 我要講多少時間 有一個在附近公司 他們是做建築的 他說這個不行 這個有問題 你們要趕快把他圍住 你知道當地的主管 主管單位說什麼 我們要看到最低的地方 淹水達到五十厘米 就五十公分 我們才會限制 怎麼可能呢 那就來不及 就來不及啊 然後甚至現在我們去檢視 那個防波堤發現 那個防波堤的材質 好像也有問題 好像只是一般的砂石 然後蓋個防水部 這後面一定有人謀不張的問題 要去調查 那你知道這一次光這個理賠金額 我們現在看了一下 已經幾十億了 就是有很多開始申請理賠泡水的部分 這個是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當然現在極端氣候 這種突然下暴雨啊 什麼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但是到底有沒有基礎工程 這些人們不張的問題 你的排水量 因為六萬噸的水 其實他有四臺抽水機 一臺可以十二噸 只要你抽的來得及 都可以應付 那為什麼都沒有啟動 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 這是韓國這一次 他們的一個 這個淹大水的一個意外啊 不知道天災人禍 現在他們自己內部吵翻天 那影習院呢 因為在淹大水同時 他人在澤倫斯基身邊 還要那邊送錢 所以現在呢 面對他自己國內的壓力也非常大了 就在南韓的狀況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印度呢 最近姿態蠻高的 你這個外資要進去投資 以前他是非常歡迎你啊 給你很優惠的條件 但是呢 因為近來啊 這個願意捧著錢 去投資印度的越來越多 我們來看莫迪多拽 Tesla呢 馬斯克說 好啦 我願意去印度了 因為之前他一直想要 把電動車賣進印度 但印度有一個規矩啊 他說你們這種百分之百 在境外生產的電動車 你要賣進來 我要課你百分百關稅 除非你在印度本地來做電動車 那馬斯克呢 就為此僵局很久啊 那最近好了好了 那我就到你印度去 設廠做電動車 這樣總可以了吧 那我這個願意去 你是不是應該歡迎我啊 是不是應該來點優惠條件啊 結果沒有想到莫迪怎麼說 他說 來可以 但是不好意思 沒有關稅豁免 你要什麼優惠的稅率 那也都通通沒有 讓這個馬斯克為之臉綠 覺得我都願意來了 你還這樣對我啊 但是呢 其實這個在印度 要發展電動車啊 人家是有電動車 但是問題是印度人 喜歡什麼電動車 2022年的這個八月份 最新的數字啊 這個印度電動車 總共一百三十九萬輛 但是四輪的電動車 只有五萬輛 三輪的電動車有七十九萬輛 所以印度人喜歡電動車 但他們喜歡三輪車 到底呢 這個印度整個電動車市場 目前的輪廓如何 溫氏彤哥 對沒錯 事實上我們必須講了 目前印度整個這個汽車市場 是成長非常快速 他目前已經全變成全世界的第三大 這個市場 以二零二二年來為例來說的話 他的新車銷售量是四百二十五萬輛 已經超越日本的四百二十萬輛 他僅次於中國跟美國 成為世界第三大的這個公 這個汽車需求國 那不可諱言來說的話 他的組成成分不太一樣 組成成分來說的話 因為這幾年印度的這個電動車 也是成長得非常快速 但是如果我們用電動車為例來說的話 目前他們電動車 大概占一百三十九萬輛左右 那一百三十九萬輛裡面來說的話 大部分都是所謂的三輪車 有三輪電動車比較多 那大概占整個七十九趴 七十九萬輛左右 大概占了一半以上 那至於說四輪的 約莫只有四萬輛左右 五萬輛左右 占了零點零三個比例 全部車的零點零三 所以電動車四輪電動車 在印度只有零點零三 占他們整車銷售 所以你就知道說為什麼 這個木田的莫迪 對於馬斯克的態度是愛理不理 因為目前為止 這顯然不是他們中心的 要發展的方向 他們看起來的話 三輪電動車反而是 他們的銷售主力 那這幾年來說 其實莫迪也是想辦法 要推動所謂的汽車的電氣化 就是讓它電動化 那就所謂的寧靜革命這個部分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他的伊隆馬斯克的態度是 你要來就來 不來就不來 但他反而比較重視是什麼 因為HONDA他在印度有推出一個 所謂的換電的嘟嘟車 我們其實那種所謂三輪車 就是他們東南亞或是印度都叫他嘟嘟車 嘟嘟嘟 那他主要是說把它電動化 因為其實這種車 過去可能都是很簡單的引擎 他反而對空氣污染非常大 有些甚至還是燒柴油的 那如果把它完全電動化 這個反而對當地的民生改善會比較大 環境污染也會改善比較大 因為這是他們人民喜歡的車 因為比較方便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種嘟嘟車 都是做比較短程 譬如說你可能幾公里之內的 這個就做這個嘟嘟車 那因為在整個東南亞 或是在印度的時候 他們大眾的捷運系統還沒有完善 所以這個時候是這比較重要 那這個HONDA這個換電嘟嘟車 已經在去年投入這個營運 他未來可能會重點的 這個印度車是都會營運 然後擴大服務 好 那我們講到 因為印度的這個電動 這個所謂三輪車 他其實是一個大市場 所以這時候 沒想到台灣的廠商 居然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公司叫亞爾特 亞爾特的創辦人叫王素英 那我們必須講 事實上為什麼他會去這個印度 可能要賣這個三輪車的這個市場 其實他出這個王素英小姐 他出生的家族也非常有意思 他出生我們台中 一個非常知名的富強姓 那富強姓他本身 就是我們台灣的非常重要的 這個塑膠射出的這個大廠 那結果他就想說 那哥哥他們接班 那我就於是我就去非洲拓荒 那他說非洲的時候 一開始也是做所謂的塑膠 所以人家就叫他說塑膠格格 那這個王素英女士這樣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原本他都在非洲布局 那後來因為他聽到這個 塔塔集團的創辦人說 我希望能夠發展汽車產業 讓窮人也能夠擁有汽車 那所以我要打造這種 所謂的低成本的這個零組件 然後這樣一個來能夠讓 整個汽車的成本降低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說 塔塔一車很便宜 一台車最低有五萬六萬 都買得到 那於是他就到印度來發展 那他用他過去在非洲的 累積的實力 他要打造出非常低的 成本的零組件 然後就順利打入這個塔塔供應鏈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是塔塔的供應鏈 跟賣一些橡膠素件的這個部分 可是他原本沒想到 後來二零一零年左右 所以他們的車都塑膠 就大部分都很多塑膠件 才能那麼便宜 你用鐵件就不可能太便宜 對不對 好那沒想到到二零一一年左右的時候 非洲居然爆發所謂茉莉花革命 茉莉花革命之後 他原本的那些事業 都面臨到非常大的衝擊 結果這時候他們這個 有些客戶就跟他說 我們現在需要一些 以前茉莉花革命 之前埃及的這個 這個金裝賽不錯的 結果沒想到 因為北非經過茉莉花革命之後 就人民消費降級 他說我們現在你做這種 所謂平駕的三輪車 或許在我們這邊會有需要 結果沒想到 他切入的時間點非常好 因為我們知道色出成形 然後這些做這個 所謂這個三輪車 其實蠻容易 你只要能夠買到簡單的引擎 然後因為你就是塑塑膠件的 然後這樣就可以組成一台 你看這王蘇英女士 後面那個就是都是塑件組成的 這樣子也可以 所以很簡單 所以就變成是這個印度版 埃及版的這個塔 開始介入 結果他做得相當不錯 就做得相當不錯 這個印度剛好也有這個需求 所以他就說 那我也到印度來發展 那現在也是來準備到印度來發展 那事實上他現在就打造 所謂一條龍的服務 什麼叫做一條龍的服務 第一個 我不是只有出車給你 我還可以幫你服務 譬如說像出車給你 我可以跟外送平台服務 對不對 我還可以跟這個 譬如說我可以打造什麼送餐 咖啡餐車 或什麼各式各樣的服務出來之後 結果反而是這樣 因為他有提供這個 所謂車隊管理的 這個這些相關的價值型 所以我一台車 假設我賣你五萬塊 但是我可以一年滾出 五成三十五萬塊左右的這個價值出來 那目前為止 他在埃及的訂單就相當多 他已經變成是埃及版的這個塔塔 那未來他也說準備會把這一套搬到印度去 因為印度顯然是一個更大的市場 所以你都知道 其實我們台商真的是走遍天下 我覺得他們那種對商機的敏感度 還有他自己那種所謂的 好像變形蟲一樣 適合當地的這個所謂生活型態 我覺得都非常令人佩服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台商 亞爾特這家公司 做這個非常低價版的一個三輪車 那也做出他自己一片天 現在非常厲害 這種都是這個我們沒有常常聽到他 但其實人家非常厲害 好 那當然他做這個非常平價版的一個三輪車 非常厲害 但是我們來帶你看有貴得要命的小朋友玩的車 玩具車 Tesla最近在大陸出了這款兒童電動車 然後這個兒童電動車長這樣 有沒有覺得好像有點cybertruck的感覺 有沒有很像那種超現代未來感 長這樣給小朋友玩的啦 那他的名字也有一個cyber 就跟cybertruck一樣概念 他叫cybertruck好 那這輛車賣多少 一千一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塊人民幣 和臺幣大概五萬二秒殺賣光 因為他只限量五十臺 然後呢 大家搶翻天 這給小朋友玩的 那可能大人也塞進去 不知道啦 但是瞬間賣光 你知道現在這小朋友多幸福 好那這輛車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 來問問晨諺 現在在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大家從小還真的寵上天 你看這個大家在發神獸才 就是把小朋友當成神獸這樣來供養 是 你知道這台車在美國上市是賣五點八萬 這就是簡單來講 你就是特斯拉 針對cybertruck出的一款小朋友的兒童版的電動車 所以你看他的線條 就跟那台sabotruck一樣 有人有腳嘛 但實際上這一台你又發現 有點仿我們一般的沙灘越野車的一個概念 負重就是說你上面大概五十公斤 所以確實是給小朋友 小朋友開的瘦的大人可能 對那三百五十瓦的這個馬達的 這樣的一個動力 最快可以多一檔四公里 打到二檔大概八公里 所以應該確實是適合小朋友 那這一台到了中國賣多少五點二萬 但是秒殺 所以如果你要買只能找黃牛 一台賣到二十六萬台幣 哇實在太貴了 太誇張了 但是你整個里程可以到十三公里 所以你就發現說 就是開這些未來如果我交車 年底開始交車 對cybertruck 那這個全家福的畫面 就是後面再載一台這個有沒有 然後到了這個郊外 車子放下來 小朋友在那邊玩那個車 對 何樂龍在打個卡 哇 這個有錢人的嘴臉 爸爸是cybertruck 小朋友是cybertruck 基本上應該就是這個概念 當然我們其實從小孩寵到什麼程度 你其實很多的巨星 其實從小孩無極限 碧昂斯這個沒辦法 因為他們的夫妻年收入二十幾億 接近三十億台幣 愛怎麼寵 之前他們把Jungle Island包下來 就慶祝他 幫他小朋友這個女兒過生日 對不對 好 買給他的玩具是什麼 就是法拉利 買給他法拉利 小朋友幫他 但你會覺得說 就玩具車嘛 兩個重點 第一個這台玩具車上面 打上他女兒這個Blue Ivy 對不對 Baby Slap 實際上這個slap 如果在美國 大家就知道 就所謂的鄉村俱樂部的概念 有錢人才會去的 對 所以他已經跟他說 你看這台車 我幫你打造一個車主俱樂部 你知道這種兒童車 其實有錢人在買這個玩具 其實確實很難想 你知道前面這一台 Bogatti這一台兒童車 這一台是 自跟Type 35 就是一九二七年 利曼賽事常勝軍 致敬的這個概念車 你知道他這個看的真的是眼紅 你知道這一台 這台玩具車八萬歐元 快拆方向盤 你知道快拆方向盤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就是我們看早期的賽車 比如說帶一個鏡子 帶一個有沒有 你有看過以前的那個賽車畫面 就是開這個 然後快拆 就是方便賽車手上下車 我上次有提過 賽車手執照 大家應該沒忘 然後那個快拆方向盤 就是方便賽車 因為那個位置很小 同型的 你要進去要瘦 然後你進去 我才能把方向盤放進去 他竟然給我做到這麼極致 真的 你說氣不氣 但他給小朋友開的 對 他更氣了 小朋友都可以開這樣子的賽車 碳纖維 LED頭燈八萬歐 很多人說太誇張 可是現在的Bogarty 1600匹的那一台 真的是神獸 五百萬歐 所以家長買五百萬歐 小朋友八萬歐 好像也蠻合理 八萬歐是兩百多萬台幣 沒錯 真正的原不是這台車 現在的Bogarty 一台要一點五億 你覺得呢 所以還好嘛 所以爸爸買一點五億 給小朋友買一個兩百多萬 那媽媽不會念 這樣媽媽不會念 那這台剛才講的 這個法拉利 這一台 其實特斯塔 Rosa 這是二五 二五零 這一台 其實也很誇張 就差不多三百萬 這一台三百萬 那這一台也是跟一九五七年的 這個特斯塔Rosa 那台二零致敬的 那個是拉利 耐力賽 我們講二十四小時 十二小時 我們叫拉利賽的冠軍 V十二的引擎 是三百匹馬力 當時能夠跑出這樣的一個馬力 真的是極限 我覺得最誇張是什麼 你知道 這一台提供這個派利 派利的那個輪胎之外 避震器 還有Brumble卡鉗 就是我想換的那一種 Brumble的煞車卡鉗 還有四種駕駛模式是怎樣 那小朋友懂什麼開那麼厲害幹嘛 沒有從小他就在培養他 所以這個是我們難理解 可能我們跟他小朋友聊天 他會覺得我們格格不入 因為我們不懂車 我的車還沒有Brumble卡鉗 他已經有了 你還沒有人家三歲小孩車 厲害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落差 這是一般人有錢就可以買到的嗎 基本上玩具車還好 但是其實也是限量 你要買他也會看你的身分 一樣對 有這個豪車都是這樣 豪車的小小車也是這樣 那這個比較了非常貴 幾百萬的車之後 你會發現 Tesla賣的還蠻平價的 CP值高 好 這馬斯克提供給大家 這個Cyber Quote 最近在中國賣翻天 我們看到了這個日本股市 大家都說最近表現真好 但是現在還可以下手嗎 我應該要怎麼樣下手呢 我們來看這個日股的特快車 你到底應該要如何搭上這班車 我們今天現場請到 理財專家林齊芬 齊芬姐來到現場 帶我們來好好聊聊這個話題 我們先跟齊芬姐一起來看看 這是最近外資都上調了日股的平等 你看像貝萊德 他本來說減持 然後現在說要持有了 東方惠里說 本來是略為減持 現在告訴你你要有 施羅德本來減持 現在說你要有 再來一個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陸伯曼 他本來說他本來就有 他現在叫你增持 好那外資感覺是有志一同 大家都看好日股 對 沒有錯 因為其實日本真的已經被人家忽略了三十三年了 因為過去大家總是會覺得 好像日股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那稍微反彈一下 又往下走了 可是今年以來 整個日本的氣勢完全不一樣了 那確實在國際資金的部分 大家也開始留意到日股 慢慢的再加碼日股 是所以這一次的日本不太一樣 我們要從哪一些角度來觀察他 好那其實這一次的話 當然最重要大家看到的是日圓貶值 事實上日圓貶值的這個優勢 是從安倍晉三上台的時候 他就力推 而他這個力推 確實也對日本的經濟帶來了一個好處 所以我們看到日圓一路 這個這個貶到這個一五零 這個也是一個歷史的一個價位 不過目前來講還是維持一個貶值一個趨勢 那日幣貶值之後有什麼好處呢 最重要是日本的企業獲利 竟然大幅成長 因為當然日幣貶值之後 變成我日本貨便宜了嘛 所以我就可以賣到更多地方去 對不對 所以其實日本的企業 特別是出口企業 他真的是受惠了 所以我們看到在日幣貶值之下 日幣越貶 大家看到的是日股就一路的漲 那在今年的話 他突破了三十三年新高 而現在大家也一直在看說 會不會去挑戰那個 這個過去的這個歷史新高 那事實上他距離這個歷史新高 還有一點距離 那以台股來講 你看我們都已經突破 一二六八二 然後又再衝了一波新高 所以大家也期待說 日股是不是有這樣的機會 那我們首先看到的是說 像巴菲特對不對 他過去大家完全沒有注意到 這個日股的這個機會的時候 他就入場 其實那時候最主要是日圓 真的很便宜 所以他去用美元去買日股 他事實上光是匯率 他就賺很多 那但是最重要的是 除了商社之外 未來大家看到日本 是認為說 他在半導體產業上面 也是具有一個 一定的一個位置 所以像包括像台積電 還有很多半導體的大咖 在今年初 在他們新的首相 邀請大家去之後 大家也都認為說 會在日本增加這個社場 投資 所以整個來說的話 現在的一個AI風潮裡面 這個日股事實上也可以受惠的 好 那另外來講 就是過去日本還有個很大的困難 叫做通縮對不對 所以不管撒再多的錢 日本的民眾還是不敢買東西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過去的一年 這個日本的通膨 他事實上已經提高了不少 雖然最近稍微有一點滑落 但是還是有三點二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在日本這個通膨這麼高之下 其實在日本今年 這個民眾的薪水也有增加了 所以這個整體來講 大家認為說未來對整個日本的內需市場 也是有幫助的 是 所以這樣聽起來 你看半導體的科技的也不錯 然後內需市場看起來也在升溫了 所以如果大家在講說看到日本 我是看好的話 想要跟著巴菲特的腳步 我們要怎麼樣下手比較好 那當然就是比較簡單的方式 還是買基金 因為我們自己要像巴菲特一樣 去選各國 我覺得還是比較難一點 那確實在臺股裡面 也有相當多的這個共同基金 可以來投資 那我抓了一下 就是稍微績效 比較領先的話 大家其實可以看一下 近六個月的報酬率兩成多 那近一個一年的報酬率 怎麼跟六個月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真正的漲勢是在今年 是在今年這個突破 那如果我們來看三年的績效的話 事實上當然也都不錯 他確實是偏向是一個正成長 不過你看他整個漲幅跟表現 其實跟臺股基金相比 還是落後的 所以目前來講 整體來說 日股的他本益比 大概在十五倍左右 那臺股的話 可能也到十七倍左右了 所以從一個那個價值的角度 很多人會認為說 日本基金還是相對比較便宜的 而且甚至有人會選說 日元計價的日股基金 因為其實當然我們說 日元貶值是他一個優勢 但是其實最近大家也有感受到說 也許日幣也會有點升值 雖然可能幅度不會太大 可是如果你是買日元計價的日股基金 將來你可能股市加匯率 兩者都可以有點受惠 所以請問姐比較建議現在去買日元計價的一些日本基金 可以考慮 如果你手上已經有日元 其實可以考慮 那如果大部分 我們買境外基金都是美元 都是用美元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享受到這個日元 升值的一個好處 那另外來講 當然現在來講台股也有一些ETF 日本的日股的ETF 總共有三檔 像有國泰的 有元大的 還有富邦的 那這兩檔都是追日經二二五指數 那這一檔追的是東正指數 稍微有一點的不一樣 不過我們看一下他過去一年的表現 還有過去三年的表現 事實上跟剛剛那些主動基金比較起來也差不多 差不多 那如果說更積極一點可以做兩倍的 對不對 兩倍的 對 比較槓桿 不過大家要稍微留意一點 就是你會看到這些的ETF的規模 事實上相對都還滿小的 有沒有 十二億是最多的 六億 七億 就比較規模比較小 然後它的這個成交量 其實我自己在做統計的時候發現 我上個禮拜統計跟這個禮拜統計 已經有不一樣 就是投資人數正在增加當中 規模也在擴大當中 可見得台灣人開始也留意到 日股基金的這個丟點了 有開始在留意的 是 所以ETF也可以 然後這個基金也可以做參考 類似的 有一個人再都不會通常 有一個人再說 要的 因為 又 好